Hello各位亲爱的观众老爷们大家好 感谢收看三号大叔为您带来的刀台直播比赛解说 来看一下GE对战Alance双方BO3的第三场比赛 由于咱们这边中间我是稍微研究了一下这个 这个研究稍微研究了一下这个一个IPG地图 咱们进来就是稍微晚了一点点 我就不给大家放这个片头画面了好吧 咱们来看一下这场比赛 这场比赛阵容的Alance是拿出来了一个中单Limp的飞机 那么GE这边这个阵容 这不是跟上场比赛一模一样吗 一模一样的一个阵容 那么Alance这场比赛呢还是拿链金术士 继续拿链金加马格纳斯 如果这场比赛在其他的位置上换了一下英雄 中单是换成了一个飞机 然后在这个三号位的位置上是摆了一个夜魔 四五号位这场比赛呢仍然是马格纳斯 然后放了一个神域 放了一个神域者这样的英雄 然后看一下这场比赛 双方在游戏的前期的兑现情况吧 上一场比赛这个链金术士是被打爆了 那么这场比赛链金术士还是Niko Baby去打一号位 其实上一场比赛 什么时候是自己的强势期 什么时候是弱势期 弱势期的时候我该怂就怂 强势期该打就打 这场比赛获胜的一个原理其实就这么简单 但是上一场比赛你看Alance跟这个TNC TNC他为什么说他现在这支队伍很强 就是我这支队伍不管我什么时候有多弱 我这个阵容选出来该弱的时候我弱我一点都不担心 就我弱就按照弱的打 该强势的时候我阵容有 我阵容的强势期到了 装备有了 等级有了 我该打我就去打 绝对不含糊 我经济可能落后你个七八千 但是我团队经济落后七八千 但只要我的核心装到手了 我该有的技能等级有了 那么这个时候我果断就跟你去打 我觉得我这个是厉害我就打 这就是一个强队的一个特点 包括大家看这个OG 包括大家看OG的比赛的时候也是 但经常OG在对线期的时候打的不是特别的好 当年的WINS也是 我对线期可能打的不是很好 但是为什么你看他的团战老是能打回来 就是因为他的团战在打的时候 他挑选的是我自己的装备成型 或者是说 我自己这个时候的某一个关键装 出来以后的效果比你要强 我去跟你打 这里Niko Baby感觉要出事 这里砍树往上走 绕到上面去 然后可以再绕一下 下一个弱化能力的CT估计已经好了 哦漂亮 这个截的漂亮 这样的话这个链金要把自己给玩死了 回到线上是有视野的 他其实应该继续往右边走 继续往右边绕 不知道是不是Niko Baby在绕树林 这个方面做的还不够细致 他其实有一个选择是怎么走呢 就是从这个地方这样绕过来以后 然后直接往右边走 把这棵树开了 把这棵树开了以后 然后他可以这样绕过来 就可以再绕一圈绕过来 然后再把这棵树开了 这样的话他跟对方在这个地方绕的话 对方会很难受 这个位置感觉Niko Baby在绕树林的时候 还是被对方给算计了 没有能够算计过对面 这场比赛双方的阵容跟上一场比赛 基本上意思差不太多 变化比较大的就是 阿兰斯在中路放了一个飞机 这样的话也就意味着 在游戏的前中期或者后期 他多了一个能够依赖的点 但如果说这场比赛 对方的这个拉比克 继续这样超神的发挥的话 我来死还是不好打 这棵树上 棵树这里差一点点血 没打掉 以前下棋进比赛晚了 不是会说服气问题吗 没有以前那是真的服气问题啊 这个而且我刚才也没下棋 是吧 怎么下的不是棋 我是个实在人啊 虚空的前期的一个对线呢 跟上一场比赛相比的话 要比上一场比赛出不得多 这个地方神福瑞要被对方抢 这就有点小尴尬了 神福瑞被虚空给抢了 那么这样的话G1是抢了一波四福 Lens这边拿着一个炼金术 是一天到晚的抢不着福也是 这个开局对于Lens来说 就有点小崩了 这个让对方在五分钟的时候 抢了一波四福 炼金术是在上路呢 日子过得也比较僵硬 还被对方杀了一次 好在中路的飞机现在倒是还凑合 比上一场比赛 看看这场比赛 如果他们在这个资源的倾向上面 能够去给Limbo这个点稍微多一点点 能让他能够把这个飞机的效果打出来的话 这样比赛倒也不一定说可以 要完全靠一个连金术士去撑局势 而且连金术士这场比赛 可以去吃A仗对吧 给比如养一仗 A仗的效果也都是十分的不错 这场比赛 我有一个想法 就是这场比赛 我们以Lens现有的这个阵容来说 其实我是有一个想法的 就是说这个想法是基于TNC战队 在拿出夜魔这个英雄的时候的一个套路 就这场比赛他们选择拿出来的是 一个中单的飞机 加上一个三号为夜魔 我们知道TNC有一个战术是 一号为夜魔中单飞机 是这样的一个战术 但是这场比赛 如果说Lens变一个打法的话 比如说他的这个连金术士 在出一个基础装以后 他把钱用来给自己的队友去养A 比如第一件装备养给夜魔一个A仗 就是我不去出这个 甚至可以考虑不去做灰奥这个道具 前期有一点点回篮装 我就直接奔着给队友养一张 第一件装备养给一个夜魔的A 第二件装备养给飞机一个A 然后呢 这两个英雄直接去出自己的分装 练金术士在团战斗主要提供的 就是一个这个酸物 加上提供一个瓶子 这样的一个效果 就是说把强势期的到来缩短 这样的话 他大概可以在游戏的15分钟的时候 你在这场比赛 其他的点不变的情况 游戏15分钟的时候拥有一个 标准出装的飞机 加上一个标准出装的夜魔 然后呢 这两个人同时还有A仗 这个时候15分钟的黑夜到来这个强势期还是很厉害的 因为就算没有炼金术士的时候 A仗夜魔加一仗飞机这个战斗力是很强的 与此同时呢 你还可以去让自己的炼金提供一手酸物 这个想法我觉得可以尝试 就是大家如果开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个打法 我虽然拿一个一号位的炼金 但是主要的输出任务不在这个点身上 而是先给队友养两个A仗出来 然后养完两个A仗以后炼金也可以考虑 就完全放弃掉出这个灰耀的这个想法 就是你后边的装备如果想补输出可以怎么补呢 出雷锤 直接做一个雷锤 做完雷锤以后拿雷锤去刷钱 然后再加上雷锤再转成大雷锤 加强袭加BKB 然后再加上给队友养的A仗所带来的一个攻击力的收益 这个炼金在游戏的后期仍然很强 我觉得这个打法可以这样去尝试 大家可以试一下 真的可以试一下 因为现在的A仗飞机和A仗夜魔太强了 这个东西 这两个装备质变的程度已经是就是远比炼金术是一个灰耀一个BKB要强的多 而200A仗比这个灰耀加BKB还便宜 看下这一锅是拉比克直接被找到的瞄掉 阿兰斯这里找到了对方的拉比克 暴走血恨 上场比赛被对方的拉比克速的飞起 各种偷打招 而这场比赛红星对于炼金的针对做的比上场的比赛还要彻底 大家可以看到小地图这个进攻视野 几乎在炼金每一个打野的地方的路线都会被对方所第一时间侦察到 三号里的全球骑士剑的经济甚至比你的炼金还要好 那么中单的飞机跟火猫两个人差不多 差不多穷 这里虚空一个大招住两个后排的神域被第一时间打了两下 这里巴达直接被一个木勇炸死了最后是 火猫过来以后发现了一个三三 飞机是在后排随时准备反打 这里沉没给上贴着这个火猫不让火猫走 那手机都大了 还不然你都大了 这个大招就为了杀一个FG你是不是有点奢侈了 然后LIM这个选手最近的一个状态值是真的让人 真的让人捉紧 这里神斧方面呢也是 三三这里抢了两个神斧 三三这波终于抢两个神斧 让你狗卑鄙的这个经济缓上来了 而且在下路给压力以后 对方在这个对链金的针对上面 做的也不是很彻底 话说酱油味这场比赛 其实能看得出来的Lance 在保护这个链金方面 已经做得很到位了 睁眼真是没少差的 自己家野区 但是对方现在在这个 上路的野区这里 还是有一个视野 像这场比赛的 有观众说表示 是我们试过 但是我记得养的是Lion和DP 养的是Lion跟DP还是可以的 我已经提醒过你了 你的这个扩词要注意一下 好吧 扩词要注意一下 你这个不要总是 去用这个 这么激进的扩词 我之前已经提醒过一次你了 之前提醒过一次你了 你这个还是这么激进的扩词的话 我先让你冷静五分钟 好吧 咱们这个 第一次先 先劝别一下 第二次咱们冷静一下五分钟 如果还是继续这么激进的扩词的话 咱们就要考虑一下了 看看玛格纳斯顶过来 这个大招没弄起来 还又是被对方直接给举起来了 拉比克实在是有点好闹心的一个拉比克呀 如果天C 我估计天C如果最后在总结赛遭遇的不是Lion而是GE的话 我估计可能这个拉比克要搬呢 拉比克今天状态有点爆炸的 看看这里飞机一个大招 给上来以后 那么虚空这里直接跳走 队友也是没有直接控制 因为这个拉比克在附近 玛格纳斯也不敢轻易给大 Lin这个位置要被锤了吗 看看这口奶 玛格纳斯这里假装在放大 假装放大一会没眼转S就乐了 眼睛数是继续保持在下路的一个发育 你看这个时候就飞机没有必要在这再待着了 飞机跟这个夜魔就应该直接果断的去别的地方杀钱 你中路一打又守不住 你又守不住 你在这看着对方拆 跟对方你走了 对方直接拆也没有任何的区别 12分钟 这块33的夜魔现在经济只有3500块钱 给上一个缴械赶紧回到高地 二打还没破 已经被对方追到高地上吹了 这里虚空一个大招注 那么先把你的神域带走 飞机赶回来 在后排马格纳斯这个顶 对方顶到人 一个大大住三个 但是对方权龙骑士提前开启了一个大 这里一个波过来以后 火猫贴脸直接带走夜魔 飞机给上一个大招 神域选择了买活赶回到战场以后 自己给自己一个大招去吃一波伤害 你这个买活买活送了呀 这个 烂丝的这个炼金体系打的真的 真的是一个 真的是一个一线队的炼金体系 这打的这是什么呀这是 不是 你坦坦实实的就让对方出路拆 一塔你送给他 对吧 一塔你看个塔房 拖几秒送给他 炼金在下路刷 飞机在上路刷 然后呢 夜魔这个找个地方 在野区稍微摸点怪 摸几个怪 然后去刷 或者你飞机回来守 让夜魔去刷 然后炼金这边该出什么出什么 对吧 推完了一塔 对你别守 不要轻易的守 对方这个要推二塔 要考虑一下 你老是这个送完了 那个送 大家轮流送 送完了以后 让对方这么推塔的话 你说这个防守的有什么意义吗 做着这种没意义的事情 这搞什么呀 这是 哪里是什么鬼 飞机现在四千八的境界 对面的中单火猫 虽然只有五千一 但是 炼金体系不是说 四保一的炼金体系 远了不说 翻翻昨天天C的比赛录像 也能学到一二了吧 炼金体系四保一 它是四个人去拖着 然后呢 让炼金刷 四个人去吸引对方的注意力 让别人去抓你的酱油味 然后让炼金去刷 不是像现在这样啊 现在这打的这是什么鬼 这是 现在这是四个人送 一个人刷 这哪刷得回来啊 打出风影四十八个爱情 你还算比较账 你没说我活七十三八十四 都在坎上 炼金收拾现在是灰药 然后准备出BKB跳刀 比赛BKB跳刀出来 反正比上一场比赛 还是理智一些的 这个橱双 现在这样比赛GE 还是采取一个高压政策 那你这边 想要链金刷起来 我这边都不停地 去给你强力的 这个给你最大的压力 不让你去轻易地刷起来 感觉这个炼金吃了资源 没啥输出 这个还没有到他输出的时候啊 你炼金这个时候 没有跳刀 没有BKB 你光一个灰药 这个不是炼金出户的时间 你这个飞机就不能去刷钱吗 我说老铁 你这中路二塔守不住 你去刷钱不行吗 上路有兵线 然后对方所有的人 都在你家里 这个中路二塔 一个附近集合 守塔现在也不用你手啊 你带个TP出去刷钱 对方过来去 哪怕对方抓你先 对方也是跑到野区去抓你 你别让对方 老家塔下杀你啊 这个飞机这场比赛 表现的就真的是有一点 有点太大了 他们的炼金体系 真的就是四个人 看着一个炼金刷 别人一点都不想承担 这个比赛的 责任的这种感觉 这种打法思路 不管是在 任何一个比赛的版本 和大型比赛上面 都已经是被 这个无数一次验证 就是你这种打法是不行的 你这飞机 你死在这种地方问题不大 你飞机在这种位置 被击杀了以后 问题不是很大 因为至少你是有给队友 其他的队友能刷一下钱 对吧 你自己死的离自己家远一点 对吧 你死到外边去 你不要老是在自己家门口 那边被人击杀了 对方这波最多能推一个你的一塔 推完你的一塔以后 你的塔房刷新 对方马上集结去推二塔的话 你还可以开个塔房再拖几秒 练进这个地方 哎 这个BKB开了 提前开一个BKB 防止被对方第一时间找到 13级 现在攻速也还不够快 夜魔贴过来 找一下对方 又被给了一个护婚 不敢靠近自己的队友 飞机去刷钱 中路又过来看戏了 我真是醉了 上路野区没有什么 家里的 这炼金BKB也没有了 夜魔的飞和这个 沉默都已经开过了 你跟过来有啥用 你刷钱去好不好 上路没有人刷 对方所有的人都在视野范围之内 你不刷钱 你再搞毛线啊 我真是哎呀 这个哎呀 你 我这夸了他好几天了 这个选手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不对呀 这个 蓝斯其实对我这是啥情况 这场比赛 不是我要是经营一支战队 你们这个战队就算是 受命打假在 你们打成这样 我都要扣工资的 打的是什么鬼啊 跑过来追对面的一个虚空 一个炼金术士 一个毫无输出装的炼金术士 还送一只鸡 对 你们再把这只鸡送了 飞机找后排找干分界 对方一个推推秀一脸 举起来炼金术士过来 切死对方MG 那次啊 真的拿到这人头 马格纳斯一个大 搭住对方另外一个酱油位 全能骑士 乃自己口号 炼金这里再接着追 漂亮 这波的追杀还行 这波追杀 终于追出点样子来了 这时候 哎呀 这个TP 还被对方一个TC给打断了 这样炼金术士 再去上路抢一下 这个赏金神符 把赏金神符抢了 但是这波还行 拿着三个赏金神符 这样的话 炼金术士的经济来到了 1738 跳刀会要BKB 加上下一个装备 准备做抢袭 哎呦 这不容易啊 这个 这不容易 真是 炼金说明 阿米尔能扛住一年的奶 是有多厉害 阿米尔这个选手 扛了不止一年了 哦不对 这不是承认我说 我是奶 没有奶 阿米尔这个选手 他确实是厉害 我只是作为一个 专业的解说 客观的评价和这个 这个鼓励 鼓励选手 这里取回去以后 炼金只要用自己的 这个灰晓胖就烫死了 哥哥你就别再给那边买了呀 你这个 我又疯了 这是什么呀 不是你不给最后的一个意 你让炼金他的试试拿回 我的汤死不行吗 啊 就读个时间 刚才就读一个时间 稍微长一点点的进化 让让让让 让炼金的弄死 看下这波复活的火猫BKB 炼金这里开启BKB 开启大招 然后跟这个夜魔两个人 出现了一个配合上的出物 这里连过来 打第二波 先敲死你的拉比克 拉比克这个点 这两场比赛表现太好了 全能骑士第二时间给大 拉比克选择了买活 Alance这边也是被打死两个 都是选择了买活 西红大已经交了 全能骑士大也交了 三三的大也交了 这边还要往前找 这里跳刀 准备上来 刘全能 夜魔开沉默 往前追 往前追 被火猫BKTC捆了一下 这个地方 刚才那个是拉比克 自己凑了一个奶奶的自己 是吗 好吧 那是我凑怪的 我对不起 我对不起 对不起 我对不起 我这个判断失误了 有点紧张 这场比赛 这个有点情绪化了 我对不起大家 这波比赛 我往回捣一下 我看一下刚才那波 这个是 我去看一下 刚才这个 这个是怎么跑掉的 这个拉比克 我确定一下 是这个位置吗 是这边 这边是偷了一个加血 这不是他自己加的 这就是 这不是他自己加的 就这个地方 读完进化以后 这里给奶了一口 然后呢 这个地方又给奶了一口 他其实在这个地方 读一个时间 稍微长一点的进化 就行了 他给了一个 秒给了一个进化 他读一个时间 稍微长一点的进化 这个地方就杀了 大家这边 回到这个比赛 直播的过程当中 肉三这个位置 是在打这个速度 飞机交一个大招 进来 但是飞机还没有 BKB的吧 好像 有了 飞机BKB第一波 这里被对方捆住以后 不敢第一时间进去 因为对方不知道 虚空有没有大招 这个BKB开起来以后 这里 炼金术是自爆了吗 炼金术是自爆了 小哥 你的BKB 神域得给个大 然后开个BKB反打 强烈的 转转的 175 00 雷尔驅空只一個大招定入飛機 飛機又死加不少了 飛機死加门口了 煉金术是這罐23006 那23006的經濟 神符下路是Lens這邊控到了兩個 還行 下路控了兩個神符 上路 抱歉 上路控了兩個神符 給煉金的經濟稍微提一下 團隊經濟現在已經是反超了3000加 但是這個3000加是因為煉金术式的經濟實在是太肥了 25000超過對方雙大哥的一個領先 總和 超過對方雙大哥總和以後下一個裝備做的應該是要考慮做一個龍心 因為這樣比賽對方的控制像虛空的大招 它是一個範圍效果 地板的範圍效果 不吃你的這個狀態抗性 嗯 這裡龍心出來了 龍心出來了以後 現在是跳刀 強襲 龍心 輝奧 BKB 這場比賽講道理 Lens還是有比較大的概率能夠獲勝的 然後飛機現在的經濟是9200 嗯 煉金术式現在還沒有給隊友養一帳的計劃 夜魔這邊也沒有出A帳的打算 他準備出的是BKB跳刀 飛機身上是香薇戰鼓BKB 然後開始再做雷錘 對方的陣容現在虛空BKB加上大雷錘 裝備也是很豪華呀 火貓BKB小雷錘 要再做兵甲 這裡飛機又是在前面吃了一波 傷害發達 發達的站位離自己的隊友有點略近 說實話 這個站位 這個站位挺容易被對方上來直接大住的 他一旦被虛空大住的話 這個就沒有什麼太多反打的空間了 別煉金术式現在的輸出會被對方拿推推還有全能騎士的大給秀掉 拉比克一個推推 全能騎士一個推推 然後火貓自己本身就代位移 你現在夜魔還沒有A帳的 沒有跳刀的情況下 你夜魔想要去貼到對方火貓的身上的話 是需要一定的 需要隊友給提供一定的空間的 合冠對方這個時候已經有了雙BKB 雙大哥都有BKB 你這個夜魔的沉默的效果已經是打了比較大的一個折扣了 這時候就看煉金术式在團戰的時候能不能一個人打出來 一個人能不能打出來全隊的輸出了 因為隊友現在沒有能信賴的點 誰都沒有任何一個人值得信賴 只有馬格納斯的這個buff是肯定能給他加上的 這裡虛空跳上來以後 直接打了一個被動軍出來 舉一下 再加上一個墨勇 這裡BKB開出來以後 虛空這裡在不停的利用自己的技能打 這裡又是LIMP的這個戰位是哪意思 這裡連接上來 虛空可以準備給大了嗎 先不著急 利用一個推推 然後全能騎士 開大 再一個推推 然後連接數的BKB要到時間了 再往前追的話 這裡虛空轉身打兩個大哥唄 開始錘 一個護魂 給上 這時候夜魔上來先欺負醬油 後排這裡大招先給到了飛機身上 那你給飛機身上的話連接怎麼辦 哎 馬格納斯打完了以後連接往回跑 這裡還是沒救下來 夜魔繼續在後排 但是被人錘了一個被動暈 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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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打出來這樣的這個配合 我覺得應該是計劃好的 大叔這麼晚還在直播給你一個來自雙頸的讚 雙頸的讚可愛心 不是 這個團戰打的 為什麼 我覺得我可能確實跟不上這個職業選手的 職業選手的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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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斑了 開始養A帳了 開始養A了 第一個A帳養給了飛機 養夜魔呀 老鐵 這個時候不要養飛機呀 養夜魔是有用的 飛機沒有輸出裝 養A帳的話收益很低 而且這樣比賽到目前為止 這個飛機喝了假酒一樣 夜魔腦子還是清楚的 養夜魔呀 這裡 開始錘 給上一個沉默 連擊數字這裡被取一下 一個導彈在追著這個虛空 虛空這時候大招還在CD 所以不會輕易的給你反打 就看一下 30分鐘剛好天亮 火冒一個TC 留一下 飛機一個人在前排 夜魔的大招CD已經算好了 但是沒有人去記虛空的大招CD嗎 沒有人去記虛空的大招CD嗎 你再這麼往回拖一會兒 虛空大招CD好了 這飛機自己一個人站在這兒 馬格納斯往前頂 虛空直接罩你神力 現在神力秒了 打得很輕弱 全能騎士開大 然後飛機 你看你講飛機 A帳有啥用這個時候 飛機就追著對面的 一個全能騎士一直在怼 這個時候全能騎士給自己一個技能 火冒這塊給個TC 捆一下嗎 我們捆一下 捆一下 這塊夜魔追上來 帶走全能騎士 這個時候 三三已經殺兩個了 奔三再往前追 找第三個人 找第三個人 這裡找到 開沉默 留住虛空 虛空的BKB已經沒有了 連接樹勢追上來 漂亮 但是沉默到時間了 沉默到時間了 天亮了 看到飛機在往前追 這個導彈還在追 虛空這裡被定住 下一個馬格納斯 給一個大 推回來 然後再加一個波 nice 這波打了對方 一波傳遍 火貓過來以後 他要一打五嗎 開BKB 一打五他先找一個 飛機 但是飛機這個神域 開大救一手 神域自己被清掉 這個GPK的火貓 一打五了 我去 買活一個拉比克 回來以後 我拉比克買活死 火貓再給一個無益拳 這個地方有個導彈在追 這裡尼克飛比 完全一波雙殺 火貓一打五的情況下 打死了其中一個 然後把對方剩下的四個 全都打成了殘血 火貓裝備稍微再好一點的話 這波團戰翻盤了 他就沒A仗 他有個A的話 這波團很有可能 就是讓一個火貓 就把這波全殺了 現在飛機的養了A仗以後 下一個A仗 趕緊養夜魔呀 現在就夜魔腦子是清晰的 大叔已經被版本淘汰了 大叔我們在船上 大叔在船上 找人 大叔在船上 大叔在船上 大哥别 养了 吓我一跳 我刚才看他的快捷购买篮里边 不知道为什么不是A帐了 吓了我一跳 还好 这个A帐养出来赶紧给夜魔 这个不用多想 直接养给夜魔就行了 养给夜魔 你要是敢不养给夜魔 我马上就退出游戏 以后阿兰索就拉黑 我能说这对我 养给夜魔以后 现在夜魔跟飞机的战斗力 就可以了 飞机在上一波团战打了半天 没有死以后 现在身上也是有了雷锤 然后准备去出一个撒旦 再加上有队友养的A帐 这个飞机的装备 也是快要成型了 有观众问这个 神域的A帐是什么效果 神域的A帐是 他的敌罪之眼 这个技能变成一秒的CT 尸霸前摇也会降低 然后这个CT只有一秒钟 就是无限 没事就可以不停地 摁这个技能 疯狂地点这个技能 现在Lens这场比赛 赢面就大了很多了 至少装备都有了 有了装备以后 你至少脑子不清晰的情况下 你也还是 可以靠着装备的铺垫 能够让你稍微 有一点点反应时间了 马卡纳斯 现在也是狗到了17级 身手挑刀密法斜 现在下一个装备做推推 差点不是很多了 现在是半决赛 这个是败者组的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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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败者组的决赛 那么在有足够好的装备 提供的容赛率的情况下 这里飞机给一个大 飞机交一个大出来 这里虚空直接走出去 接着打入三 你说神运的技能ECD 这样神运的效果是叠战吗 神运的技能本来就叠战了 没有一场这些叠战 这里虚空直接交大 但是这个大招交的时间 稍微早了一点点还好 还是拿到的是三盾 三盾奶应该是都在手里边 这波打完了以后 火猫直接利用魂飞走 炼金术士在手里边 现在是要去找这个火猫 但是火猫有BKB的呀 还行 这边对手过来去留了一手 看看这块飞机 开始BKB打一波 这个时候有点 装不住了 这个虚空跳走 一个导弹还在追 火猫身上的BKB 这波是 BKB已经开过了之前 好像我说是没看见之前的这个火猫在什么位置 中间决赛来了 是吗 是的 这场完了以后就是下了 下一场比赛就是决赛 这一波火猫上来 捆住神域这个地方 大招直接给到自己身上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杀别人了 神域大招已经给了 他已经没用了 虚空交盾 连金术士目前还是在正面可以扛得住 这里火猫开启BKB再给温泉 虚空站起来 连金术士 哎 没被打死 马格纳斯这个大救命了 这个大招救命了 看一下这里虚空找后排 直接锤死飞机 夜魔呢 夜魔这个时候开启自己的沉默 利用自己的这个A杖的虚空 赶紧找人 赶紧找人 这里给一下 连金术士又是在被对方虚空追着锤 身上挂着墨勇 大晕 火猫也在锤 这一波连金术士还是要被锤死 另外一侧 两个人被复魂拉住 看看火猫和虚空两个人在追 被火猫追的话 这个想逃掉的难度有点略大 夜魔是仗着晚上跑得比较快 今天马格纳斯跳刀走人 但是在兵线上漏了 这里虚空跳过来 锁CD进树林 找的方向对吗 对了 有没有被动 有没有被动 没出 Nice 这波没出 这就捡回一条命啊 我的天哪 真是捡回一条命 跟之前的这个手动晕不一样啊 这回手动没有晕 突然让我想起了一个传奇的carry 一个世界上曾经最强的carry 想起了那个男人 那说飞机应该买冰岩吗 飞机可以买啊 飞机可以买冰岩 看你这场比赛对面的这个情况 有些时候买冰岩好 有些时候飞机买这个大云锤比较好 我观众问为什么神域这么穷 因为这场比赛 因为神域这英雄本来就没有打钱能力 作为一个酱油位 他一点打钱能力都没有 而且这场比赛对面在所有团战的时候 都会追着你这个神域锤 神域不杀的话 你的第一轮技能永远都是白给 所以他们一定会在第一时间找这个神域 在自己没有任何打钱空间的情况下 没有打钱空间 没有打钱能力 没有资源配 没有资源配比 然后呢 自己的队友还不救他 因为他是救别人的 团战的时候你要第一个死 你说怎么能不穷 这就没有不穷的可能性了 相比赛飞机这边准备出的是撒弹 还差一千多块 那 连金术是准备吃银月 飞机养了A仗 他们这个阵容剩下再值得养一仗 你看见 你看见 虚空这里直接找后盘 看三三开着BKB 开飞行 这里一个微尘没住三个人 飞机交大 对方这边还没有着急开BKB 虚空BKB开起来 全能及时给大 这里锁上一个CD开圣盘 因为连金术是上不去 这个大招给的位置有点好 那么这样的话 夜魔怎么办 夜魔 马格纳斯 这里偷了一个马格纳斯 那定了两个 但是这里拉比克被秒 虚空也可以秒 漂亮 零换三 这一波红星的这个进攻 有点稍显冒进 稍微冒进了一点 这个火猫冲上来的位置 有点太深了 自己的队友跟不上 然后再往后走的时候 虚空的这个大招虽然给上了 但是只有他自己一个人 能给输出 队友给不了 其实这一波拉比克 又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发挥 他偷了一个马格纳斯 大助了对方两个人 第一瞬间缓了一波 可就没办法 还是扛不住 这炼金术是上来 飞机过来追一下这个火猫 火猫直接选择开启了BKB 撤退 闪通骑士 这里被对方留住 推推 闪一波 进塔 现在上路的一塔二塔都还在 但是没有推推了已经 看看飞机 这里给几波输出 但是追 阿六全能其实有点硬 闪通骑士这边出装 是为了能够确保 自己所有的队友 都能享受到大招 出了给一帐 贼帐加上大孙章 加推推 加技推 比赛现在人头数十七比十七平 那么经济方面 现在Lence已经是领先到了 一半三 真的 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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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diant's top tower has fallen The Rune of Illusion The Rune of Illusion 现在出了个血迹 现今出了一个血迹 也不是不行吧 我觉得这个道具 毕竟有马格纳斯在旁边给加兽力量 加个血迹倒是也可以 接受 马格纳斯你当时给加上了吧 你不能因为人家自己加了分裂了 你就不给人家加呀 过分了呀 这个分裂伤害现在已经是超过了 连金自己本体的这个伤害了 不过这场比赛按照现在的这个节奏下去的话 其实对于Lance来说并不是一个好事 因为这场比赛他们的这个团战一波的强势 强势的这个能力 以及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他们在团战的时候的处理 其实不如红星做的好 这些火猫就给了一个wing权 想看看高地上有没有人 顺便如果有人的话可以破弓 这边跳过来 直接找全能骑士 这里一个副魂 两个人全中 虚空跳回来以后夜魔贴脸 这全能骑士得给大招 夜魔被定住 虚空一个大直接强行秒夜魔 神域在哪儿 没有神域 那么这个时候火猫开着比比 过来找一下你的马格纳斯 这里马格纳斯顶到了虚空身上 虚空可以秒了 血迹给上 这里虚空直接被秒 好漂亮 两个大哥开起比比比 反打 这个地方又偷了一个马格纳斯的大 电击架飞机 但是虚空这个时候因为没有大招 所以他不想买活 自己这边要交掉一个 夜魔和马格纳斯 两个人换掉了对方的虚空 加上拉比克 这波团战还行 打完以后肉山还没刷 这个肉山的刷新时间 对于亚兰斯来说不太友好 时间太长了 这个肉山刷新时间 双倍的飞机 这波团战打下来的话 虚空和拉比克 两个人都选择了买活 在圣盘这个位置留住了炼金术实 炼金被沉没了 这炼金100秒 还好是有买活的 这里火猫在留夜魔 夜魔是没有买的 夜魔这开皮给比赶紧跑 因为他知道自己这时候不能死 他要死的话没有买活 很尴尬 本来就没大招现在 肉山也没有刷 好在这波这个肉山是没有刷 那么兰斯这边炼金术实 应该是不用买 对方暂时是没有机会推上高地的 对方也不敢轻易这么推 因为马上45分钟天黑了 水击这个时候还是 就是说可以用的一个道具 因为他在游戏后期 配合夜魔待会有条件的话 做一个否决出来 还是可以有比较好的效果 夜魔自己出个否决就行了 跳刀加上BKB加否决 然后有A帐 对方养了A帐 贴脸是可以直接秒人的 现在因为炼金还没有复活 所以G1在正面战场上呢 在利用这个场上所有的能够去刷的经济点 先刷一波 肉山的刷新时间目前还有一段时间 这是一个几乎是最长时间的肉山刷新时间 所以对于NS来说的话 不会因为这一波炼金被杀而掉一个肉山盾 也不用买活还是一个好消息 火猫身上已经是做出了林肯加BKB加A帐雷锤 那对于火猫来说下一步就是跟大雷锤 大雷锤跟小雷锤还是有区别的 大雷锤跟以前跟这个小雷锤相比的话 他的触发是完全一样的 但是现在他的这个触发是比小雷锤要厉害一些 小雷锤的触发是25% 然后造成150点伤害 然后大雷锤是 25%的概率 然后170点魔法状态 这个是他跟小雷锤的一个区别 而且小雷锤只是能够去 在四个目标之间跳跃 大雷锤是可以在12个目标之间跳跃 所以现在大雷锤更新出来 尤其对于火猫来说 团战还是有价值 刚讲完刷新时间对A队不友好 马上就变对红心不友好了 对啊 因为他买活了打赢了这波团呀 当时就是 谁打赢了这波团就对谁不友好 因为刷新时间太晚了 这波开悟过来 虚空又是一个人 站在这个固定的位置 在这个一大部分 神龙骑士在树人后面 利用这个树呢 稍微卡一卡视角 这时候Alan的选择是要绕一波后 扫到了对方人的位置 绕一波后 但是在这个地方只有一个天阿默克 这个时候如果山打掉了 已经要过来 直接贴脸的虚空上来 这个地方是绿杖开起来 虚空一个大招住了对方的炼金 但是炼金这个时候是后排有神域的 神域一个大招救下来 虚空要锤死对面的叶波 一波没有成功 但是交掉肉山盾 这个人 诶大哥你这个大招交的 他为什么会在这个虚空这里刷新 漂亮 直接秒飞机 飞机选择了买活 这里虚空跳过来 再找发达 其实这个时候找发达就没有必要了 这个时候不需要再找发达了 因为他已经没有大招了 炼金术这大招已经结束了 33现在飞行在战场当中 但是找不到合适的进攻对象 对方的所有的酱油身边都有一个大胳膊 这里沉默给上 nice 虚空吃到奶酪 马克纳斯一个大大的两个 连金的输出拉满 漂亮 虚空这拨没有 技能 虚空这拨没有买活 没有买活 火猫有 这天安波克选择了买活 连金术这 这里攒一个瓶子 跳过来 开始锤 给上剪甲 眼魔再过来给上一个剪塑 这里推推 马克纳斯的一个顶 没有顶到 尼克维迪这里还想追 有一个导弹现在追着全能骑士 iPhoneG这一块 选择开启了一个驴杖 但是被对方的一个飞机贴脸 这里正好莫勇炸晕 火猫崩出来 直接带走夜魔吗 还差一刀 夜魔被打死 另一个飞机现在状态也不太好 连金术是在对方家里门压塔下 被全能骑士拿光环粘着 这个就难受了 他走不掉 全能骑士的光环粘着 他走不掉 火猫这里再崩一个魂 过来以后 一共硬权带走了飞机 链金术是没有办法 开启了自己的BKB 这个儿子他的BKB 开起来以后 用自己的屏幕炸一下 但是这个链金还是要死啊 Niko Baby 哎呦 这链金术是这回98秒 飞机刚才上一波是买活死的呀 这个儿子好在虚空是没买 军空之前已经买过一次了 虚空是买活死的 然后拉比克也是买活死的 这波打完了以后 火猫打了多少叔叔啊 59 追死了对方三个人 这为什么 就膨胀到这个份上了呢 比赛已经打了50分钟了 你全场比赛 大部分的时间 都是一个劣势的情况下 对方双大哥一直很肥 追的这么深 真的有点过分了 火猫现在大雷锤下一个装备做的是这个应该叫做灵星了这个不好 他在出零中心,就是火猫这个在有A杖的情况下,出零中心还是出刷新是有讲究的 因为你出一个刷新的话,可以直接把自己所有的存全都刷出来 刷新对于充能型的道具,充能型的技能是直接把你充能的点数都给你刷满的 所以有刷新火猫的做法 虚空这时候也赶到了真面战场,这个双倍的虚空加上火猫 中路高破以后虚空上来接着拆你上路,因为飞机没有买活,炼金是刚刚复活 但是只有一个炼金加上马纳斯的话,这个时候对方的大哥被... G应该拆完了就走了,这个时候他应该拆完就走,不会浪费时间 因为他现在的火猫和虚空两个大哥都没有买活 买活方面只有全能有,其他人都没有买活,所以应该不会冒险 但是可以拆你圣坛,孟团艾尔可以拆一下的 那条圣坛的话,现在尔兰斯是两路的大兵烈士 不过对于现有的这个阵容来说的话,问题不是很大 团队经济呢,红星那边反超了7000加 24比23的人攻速 现在进场比赛的这个雪姬,反正雪姬这个道具就是现在的这个版本,随着...呃...就是版本的变化吧 雪姬这个道具他的一个效果,体现的比以前更好一些 这个不行,这个我这个不否定 但是要分英雄,什么英雄去拿,而且这场比赛,夜魔这边经济一直比较差,他也没有出到口诀 所以他在晚上的这个战斗能,他在利用自己的大招,或者在晚上的时候利用沉默去贴对方的脸上想秒人的这个能力也是一直没有体现出来 对方天安魔科现在已经是有了羊刀,这样的话是有一个复魂双羊的操作 拉比克下一个装备准备去做一个滤杖,现在是跳刀威光推推加以太 他这场比赛不用去出A杖,因为对方没有哪个英雄的A杖效果是值得他去偷的 所以他不用去出A,有个以太的话能去偷到一些这个马格纳斯的大招啊,偷个什么...呃...或者偷个神域的大呀,什么之类的都行 但是他这场比赛主要应该就是盯着这个马格纳斯去偷 半路的大兵已经推到了高地上边,还是没有人回去守,那也就是明告诉对方,这个时候我在你家 明摆着告诉对方,我在你家 这个其实就是大兵的价值 大兵的价值就是意味着你总要有人回去守 一旦你没有人回去守,我就希望你在能够抓我 火猫还是选择去戳了灵魂这个道具,戳灵魂以后他的大招的充能时间现在已经是... 实际的充能时间... 那已经非常非常短了呀 天赋上也是减了20秒残炎的充能时间 可以看到他这个残炎现在简直是比较前一样,不变快 而且本身有一让以后这个东西不好拦 虚空,这里一个大,对方神域直接一个大招照住这个灵魂素质 但是其实还是可以打的,这里灵魂素质 马格纳斯上来想张技能,全能其实给大 第一时间天安波和拉比克全都被秒了 虚空赶紧往回走,火猫这时候也在往回撤,被留住 被留了一下,拉比克赶回到战场 拉比克现在手里面身上是没有技能的,火猫一个魂传回来 但是正面那场,这里全能骑士被留住,全能是有买的 全能上一波他就有买,这里虚空再往走路,再往远出跳 火猫这里被对方给上一个藤墨,定一手,能不能留住这个火猫 应该是留住了,这个火猫 哎,全都骑士过来又买了一口,天亮了,大招时间到了 让火猫传一个魂,虚空转身,开始给输出 身边站着一个全能骑士的情况,这个虚空有点厉害 链接,链接被打出来了一个三连爆,直接秒了 火猫再绷一个魂上来,神域者把大招给到这个 飞机身上,飞机还是可以逃得掉 但是自己和马格纳斯感觉有点危险 马格纳斯这个地方是跑了 靠着一个引刀跑了,你看些 他竟然靠着一个引刀跑了 这波团战最终的结果是打成了一波 四换四,两边都是各自交了两个买活 各自有一个买活死的,但是区别在于 Alanos这边死掉了两个大哥位 而对方是只死了一个三号位,三四五号位都死了一次 两个大哥都还在,炼金术实的竞技又崩了 一波亏了三千多 一波这个炼金一个人亏了三千多 不过好在现在团队的经济没有进一步过分的拉大 炼金的装备已经是停在现在的这个情况有一段时间了 没有很长时间没有更新了 而且自己现在两路大兵 也没有办法利用这段时间马上推出去 很尴尬 没有,我中国队直播冷清不少啊,还好啊 今天油版里边也有七百多人在看的 这就已经可以了 我冒进一个温泉,打上去 我们的飞机现在是靠着自己身上的技能量 靠着自己装备慢慢吸血 拥有个撒弹 驱空这里一个大直接罩住 因为神域不在 那叫大火这飞机直接秒了 飞机有买活 逼一个飞机的买活 这个时候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逼你买活 我也不会别的,就逼你买活 驱空下一个装备可以 他还有更新的空间 而且他下一个装备更新的很简单 就是出一个一张,然后被吃等 或者等下一个肉山 下一个肉山是四代盾 有杀心有义仗 谁能控到下一波肉山盾 谁能队这场比赛就巨大 一个全力飞机 买活,虚空跳走 火猫直接撤 这里夜魔已经是跑到后排 过来断你的后排了 这时候神龙骑士给自己一个技能 大招给上 虚空这个时候被净化掉 身上的技能跳走 跳的距离比较远 这一个副魂留住了夜魔 不让夜魔去追 这里虚空直接开启BGP反打 这个跳,完了 虚空这个跳了 自己给hif了 虚空这个跳 自己给hif了 这里一个瓶子扔上来 还有一个导弹在追 这波尴尬了呀 火猫过来 帮他救一手 这里有一个奥树 给火猫 奥树 奥树 火猫 这个要命了 这波要命了 激活残忍现在只需要17点蓝 本身有A帐的情况下 这个后蓝就已经很低了 然后他又吃了一个奥树 身上还有一个引力东西 我 这刚才其实虚空如果是第一时间 刚才把自这个飞机过来的第一个导弹 利用自己的BGP给撞掉的话 他再跑会安全很多 但是他跳的稍微早了 那么一丁点的零点几秒的这个时间差 四代肉山已经刷了 看看这个四代肉山 如果这个肉山能够拿到的话 虚空这边把A帐给吃了 然后身上再带个刷新 这场比赛呢 是没法打的 因为现在刷新的一个虚空 或者是给刷新给到这个 最好的选择还是给这个虚空 就是刷新虚空 然后呢 把这个鞋放在包里面 把A帐吃了 然后肉山盾可以考虑不给他 他可以考 他在有去这个刷新的情况下 可以不要肉山盾 因为刷新两个BKB 两个大招 两个撒蛋 是可以不用考虑这些特杂的问题的 这个A帐吃掉 还是让他拿了这个佛盾 那这样刷新 应该是给到火猫 或者全能阵上 全能吃 哦 全能 给到全能的好处就是 可以在对方驱散掉第一波大招以后 马上再开第二波 感谢丹尼空大佬的打赏 来来来 大家一起给一波打赏 大叔辛苦 谢谢大佬支持 谢谢大佬支持 然后比赛 哎 扬刀过来 直接扬救神域 神域被秒 90秒没买活 GG了 蓝色这波GG了 飞机跟续空 现在已经没法 飞机跟这个炼金 已经没法上去 大合战了 飞机这波也是 刚刚买活的 这个飞机 飞机还挺能扛 你别说 这个时候炼金 上来砍一波 这个马纳斯大招 但是这个副魂双举 飞机上来开始给输出 是炼金 虚空选择 这个时候火猫的输出也是爆炸 虚空完成一波三杀 这样的话没有买活 GG 这样的话恭喜之夜 战胜了蓝色 那么等于他们又是再一次 将要去遭遇到 TCC 蓝色这场比赛打得我真心 这场比赛虽然说我可能有一些的吐槽 稍微有一点过分 但是这个 这个 但是这场比赛的蓝色 我说心里话打的是真的拉眼 跟上一场比赛一样 真的跟喝了假酒一样 我虽然作为一个主播 这样吐槽职业选手的话 多少有点过分 但是有的时候 大家请原谅我 还是一个普通人 有的时候这个情绪 却是失控的时候有点当不住 那么在这里给这些职业选手 虽然他们听不见的也道个歉 这个吐槽可能是有点过头了 但是 还是希望能够去真正的 把自己这个职业选手的 这该有的实力打出来 我是三王大叔 咱们稍微休息一会儿 带来的将会是最终的总决赛 TNC 对战红星GE 那么也是一个BO5的比赛